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近日公布截至今年7月的第二季度业绩。财报显示,英特尔二季度营收同比下降15%至129亿美元,但高于市场预期的120.2亿美元。 二季度毛利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至35.8%。二季度每股收益为0.35美元。南GAAP下每股收益下降54%至0.13美元。 另外,英特尔二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均超出公司自身指引的最高区间。 拆分业务来看,二季度英特尔客户运算业务,营收下滑12%至67.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61.0亿美元。 数据中心及人工智慧业务,营收下降15%至40亿美元。 网络及创新业务,营收大降38%至14亿美元。 Mobile I业务,营收小幅下降1%至4.54亿美元。 英特尔方坠服务业务,同比大增307%至2.32亿美元。 从各业务的经营利润率来看,二季度英特尔客户运算业务,经营利润率为15%,数据中心及人工智慧业务,经营亏损率为4%,网络及创新业务,经营亏损率为14%, Mobile I业务经营利润率为28%,英特尔方坠服务业务,经营亏损率为62%,英特尔预计下半年将适度的复苏。 该公司预计,三季度营收129亿美元,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2.8亿美元。 三季度调整后,营收129亿至139亿美元,中值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32.8亿美元。 该公司预计,三季度每股收益为0.04美元,9G AAP下每股收益为0.2美元。 市场分析认为,英特尔对三季度的业绩指引超出预期,意味着市场对计算机组建的需求正在改善,并且该行业期待已久的复苏可能已经开始。 英特尔的业绩指引还表明,在个人电脑晶片需求低迷对其业务造成重创后,英特尔已经走出困境。 另据Tom's Hardware报道,英特尔宣布实现两个季度以来的首次盈利。 2023年第二季度营收129亿美元,净利润15亿美元。 该公司公布的前景比预期更为乐观。 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特尔个人电脑部门的收入。 英特尔轻松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市场共识,其每股收益为0.13美元,超出了市场普遍预期的-0.19美元。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报告称,该公司仍有望时现在4年内交付5个节点的大胆目标, 并指出,该公司的下一代Meteor Lake晶片,作为首款使用Intel 4的工艺节点的晶片,正在生产中,并按计划于第三季度推出。 这将是该公司首款使用,基于晶片组架构和3D4WROS互联技术的大批量消费晶片。 英特尔的新一代Aeronec晶片是该公司首款使用,其次认为等效业界2奈米的Intel 20奈米节点的晶片。 其中包括,英特尔将首先使用的,PowerWire背面供电和Ribbon FET,Get All Round等创新的GAA技术。 基辛格指出,第一批Aeronec晶片正在晶圆厂中生产,这些晶片是新架构的第一批测试晶片。 英特尔本季度消费级CPU销售依然低迷,营收下降12%,而营业收入则增长19%. 尽管如此,基辛格表示,预计向渠道销售的CPU数量,很快将接近向客户销售的CPU数量,这表明消费者CPU供应过剩的局面即将结束。 英特尔预计在未来几天内,销售其第一百万颗第四代智强Sapphire Rapids处理器,但数据中心业务方面的情况仍然不太乐观。 英特尔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事业部DCAI本季度收入下降15%,而运营利润率仍为-2亿美元的负值。 这意味着,Meteor Lake和第五代智强Emerald Rapids处理器的暗示交付至关重要。 基辛格对伺服器CPU销售快速反弹的预期有所缓和,他报告说,今年下半年,数据中心和云端运算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人工智慧建设。 这意味着,GPU将抢走通常留给CPU的数据中心预算。 这将导致英特尔DCAI下一季度的销售额下降,因为更多的投资将转向挥达的数据中心GPU。 此外,英特尔还继续面临着来自AMD伺服器晶片的激烈竞争,而中国市场的复苏也十分缓慢。 因此,数据中心CPU的复苏可能要等到今年下半年。 英特尔确实指出,它对用于人工智慧工作负载的高低晶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现在已经拥有第一批购底三晶元。 英特尔代工服务IFS的收入同比增长了307%,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重要的是,英特尔的会计已将IFS划分为自己的损益表,因此大部分收入来自英特尔自己的内部团队。 基辛格指出,该公司已经看到外部客户对其封装服务感兴趣。 这一消息是在业界高级封装能力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发表的,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加速器和GPU方面。 英特尔已在其代工厂中设立了一个封装业务部门,准备抓住这一机遇。 英特尔管理层曾承诺下半年将出现改善,现在投资者看到了新的证据。 但该公司仍处于扭亏为盈的早期阶段,这取决于英特尔是否能在晶片技术领域确立曾经坚如磐石的领先地位。 英特尔宣布将向股东提供每股12.5美分的季度分红。 此外,公司表示,公司处于2023年实现节省30亿美元成本的正轨之上。 受公司二季度业绩和三季度指引超预期推动,英特尔每股盘后一度涨超7.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英特尔预计到今年底,所有业务部门表现仍会持续疲弱,伺服器晶片销售要到第四季才能恢复。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则通过财报声明指出,这份财报优于预期的部分原因是,公司计划今年削减30亿美元成本上取得具体进展,例如进行裁员等措施。 自从基辛格重新加入公司以来,英特尔不断调整战略、精简业务,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和代工扩张,目前已在基辛格任职期间退出了9项业务。 仅今年一年,就为该公司节省了17亿美元,全年有望节省30亿美元。 总体来看,英特尔的营收同比下降15%,但其发展轨迹看起来好于分析师预期。 英特尔本季度毛利率提高至39.8%,尽管与去年同期的60%相趋甚远,但仍好于上季度的34%。 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毛利率为43%,收入为129亿至139亿美元,每股收益为0.2美元,所有这些都超出了普遍预期。 然而,虽然本季度的业绩和预测看起来比预期好得多,但英特尔仍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克服复苏的主要障碍,即重新夺回在工艺节点技术方面失去的领先地位。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